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成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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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主位同修 先开注解 二百九十七页 二百九十七页 我们接着看第二行 在前面一堂课 我们学习了 十六位在家 等觉菩萨当中的 第十位菩萨 信会菩萨 主师大德 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这位菩萨的表法 告诉我们 修念佛法 想要成功 一定要具备真心 真正发达愿 同时呢 老老实实 称念这一句 弥陀圣号 想要把这句佛号 念得真正有功夫 还是要靠呢 经教的熏修 佛在经上已经告诉我们 能够对于净土法门 深信不疑的人 那都是过去深重 长时间的 接受佛陀的教诲 所以他阿里耶稣里面 累积的善根种子 特别深厚 这一生 再遇到这个净土 不大法 他能够相信 他肯奉献 到最后呢 成功了 说实在话 世间法 初世间法 再大的成就 都比不上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你看世间法里面 多大成就 就人道来说 您最高的成就是什么 顶多让您当经伦网 是不是 管四天下 这个单位世界吗 您包了 您是最大的领导人 可是寿命还是会有到头一天 那天上呢 您做这个 无色阶的天主 到最后还不是要轮转 还是要堕落 思来想去 唯有求生西方净土 才是真正的一条大道 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话我们常常也听到 人生难得 佛难之 信会文法 难中难 得人生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文佛法呢 更难 尤其是听到 佛法当中的 念佛法门 那是最难最难的 那听到之后呢 可不肯照做呢 如果真正老实 听话真干 这个人就是 诸佛如来 第一弟子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我到底是不是 佛的第一弟子 像海鲜牢上 锅漏将老法师 这都是佛的第一弟子 在这里啊 我们看到注解当中 念佬给我们讲 此净土中 是难信法 若能信入 皆因数据会根 净土法门被称为 难信之法 这句话 是释迦牟尼佛 亲口所讲的 那我们 难信能信 这是因为 素食的缘分 特别深厚 常常清净佛 常常 听经文法 可不容易啊 诸位同学 我们不要说别的吧 我们先不要讲 上报事从恩 就说自己好了 我们也要对得起 自己过去身中 辛辛苦苦地修行 但想想是不是这样子 假如我们这辈子 没有成就 既对不起父母 也对不起佛博尚 也对不起 十方护持的 这些信众 大德 所以我们这一生 一定要 努力 精尽 把这句佛号念好 这是讲到信会菩萨 那信会菩萨 接着就有什么菩萨呢 你都能够想象得出来 第十一位菩萨 是愿会菩萨 大家看这个次第 可不能够摆错 你可不能够把这颗 愿会菩萨放在前面 一定是什么呢 信会在前 这位菩萨是表 阿弥陀佛 大愿之王 智慧广大 又可与信会 正是合参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两个大菩萨 合起来看 正表 净土以信愿持名为宗 两个大菩萨放在这里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 他们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尽忠修学的宗志 献愿持名 为什么要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 因为这个世界是假的 我们说的最白了 这个世界不可得 金刚经讲嘛 凡水有象 皆是虚广 诸位同学 我们冷静想一想 这一个月 再过一个礼拜 它就怎么样 就过去了 今年上半年呢 就黄过去了 你看这个半年了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请问下半年呢 再看一下 我们时间长一点 这前半生呢 是不是 我们如果活一百岁 大家如果有五十岁的话 你想一下 这个前面五十年 过得快不快 谈指之间呢 要好好珍惜 其实这个法门呢 它太妙了 妙在哪里呢 要求的条件非常非常低 您只要做到三个字 肯定成就 信 愿 信 而这个修行的方法呢 是上根 中根 下根 都有份 都可以做得到 同时我们去那边 也不必把佛号念到很高的境界 只要达到功夫成片 下下品 就行了 当然 要把这个佛号念好 务必要把这个誓言 看淡 要晓得这个时间 一切的一切 都是无所有必尽空 不可得 我们只有一个愿望 到极乐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 清净诸上善人 然后呢 在道价慈航 普度一切 有缘大众 相向菩萨 乃东方阿处佛国菩萨 成于为谋会上 作同文众 这是讲到第十二尊菩萨 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东方阿处佛国 他曾经在维摩会上 也做过这个上手菩萨 我们都晓得 这个既然叫他相相 这边这个相呢 他身上有股香气 所谓的相相 身出相风 此菩萨身相 亦如是 相相力大 表弥陀 愿力无边 原来这尊菩萨 也是来表法的 他也来现场呢 做影响中 跟这样的善之士 在一块 您就能够感受到 他身上的磁场好 人家身上有香气 我们身上有什么气啊 臭气 灰气 脏死了 嘴巴一张开 哎呀 人家都不好意思说我们 那这些大菩萨呢 修得太好 信得真正其现象 第十三位菩萨 宝英菩萨 表 弥陀愿海 乃无量功德妙宝 知所庄严 能令凡夫 无功德者 静灯不退 正如涅槃 是乃宝宗之音 故曰宝音 宝 是大家所真爱的 音呢 是音化 我们常说 精音 精化 这位菩萨是表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四十八大院 是无量功德 妙宝之所 庄严 这个妙宝是形容功德的 说到功德 我们看这两个字 它其实有 讲音 讲果 唯有修了功 您才会得到什么呢 那个德 其实早期翻译佛经 那个功德的德 是什么字 得到的德 后来呢 就把它翻成是 德行的德 其实用这个德行的德 比那个得到的德 还要好 您想要有这个 真实的功德 那就一定要落实 古人所讲的 五伦五常 四为八德 佛家所讲的 今夜三福 六合进 戒定慧三学 菩萨六度 十大院王 修行在哪里修啊 就在人事物当中修 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呢 和睦相处 不要在意 他跟不跟我和 他愿不愿意跟我和 不要管他 首先我们自己怎么样呢 表现出一个诚意 我愿意跟您和睦相处 下面是第十四位菩萨 宗祝菩萨 安住宗道 不落二边 当相极道 即是而真 敬念相机 即念理念 始终注意 这个菩萨标法太好了 所谓的二边呢 你看 我们讲空 有 这是二边 性像 是两边 而 现象是有 体性是空 这个叫做 性空 妙有 空有是一不是二 我们不能够偏在一边 凡夫呢 偏在有 对这个有 特别执着 身为原觉 偏在空 他是把那个有 放下了 他进入到这个空 所谓的偏真裂盘 但是呢 入了偏真裂盘 他不肯主动的 来利益众生 所以他只有自利 不能够呢 像大圣菩萨那样子 普遍的利益打中 大圣菩萨 空有两边都不着 但是呢 两边都不离 所谓的 即空即勇 如同此地主讲的 当相即到 即是而真 是因为大圣菩萨 明了 一切现象 都是梦境 所以他对这个幻境呢 不排斥 不计较 因为他明白 这是个空向 虽然是个空向 他也能够在空向当中 与一切大众 和光同成 表现出的那个态度 面容 威仪 真正是 和蔼可情 端庄 无比 同时呢 又是活活泼泼的 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 虽然也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你看人家一天都晚的这个 欢喜 那个表情 每天都高高兴兴 我们呢 挺有意思的 每一事也是心情不好 这个真难了 一时住行都无忧了 他还有烦恼 大家说是不是 一般大众 每天奔波忙碌 忙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三餐饭吗 三餐饭都饱了呢 还有他操心的事 忙不完的事情 从出生一直忙 忙到呢 进棺材 进那个 风化炉 人呢 要想开一点了 所以呢 我们看这些大菩萨 真的懂得怎么样存心 你看金刚经 说得太好 这都是讲到 大菩萨的境界嘛 应无所助 讲到自己了 什么都不要执着 什么都不要分别 任何杂念妄想 不让它冒出来 这讲到自度 可是自度的同时呢 也不要忘记别人 而生其心 大圣经 真的是讲得太好了 方方面面 非常的 齐全 所以 佛菩萨 对众生的照顾 无微不至啊 不管我们在哪一道 从来没有舍弃我们 尤其是佛菩萨 最想告诉我们的 修行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净土 修别的法门 我们平心而论 真的是太难做到 根本就没办法做到 唯一能够 有把握的 有决定心 把握的 就是选择 修净土法门 这是十方三世诸佛 共同的看法 而且呢 事实证明 这个方法 行之有效 第十五尊菩萨 是智行菩萨 这个智啊 经常讲 智心一触 把我们所有的意念 都集中在一点 这位菩萨是表 言持境界 智恶行善 有念佛 即是持界 是智行义 看了这个解释啊 作为在家菩萨 你还需不需要 到界坛去受 五界菩萨界呢 受是可以 受完之后呢 你要把它做到 假如说受了五界 菩萨界 而做不到 那是有过失的 而此地告诉我们 念佛法门 就是什么 就是在持界啊 您细心想一下 当我们在念佛了之后 我们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 意念清净 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口在发出什么语言呢 阿弥陀佛 这就没有望于两十恶口其余嘛 当我们在拜佛的时候 也同时听到佛号 这时候身体呢 没有造杀到遗忘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在真正制行 把所有错误的行为呢 都定在清净 平等 绝上面 没有任何贪嗔 痴慢 这些不好的意念 跟行斥 功夫好的人呢 他这个能够念到 理一心不乱 或者是世心不乱 而绝大多数人念佛呢 是念到功夫成片 其实念到功夫成片呢 您就会感受到 心比以前清净多了 智慧呢 比以前高了很多 虽然比不上 声闻圆觉这些大菩萨 但是比普通人 您更加有大的智慧 在这个时候呢 烦恼习气呀 不会像以前那样 经常起线心 经常在折磨我们 在这个时间 没有任何人可以折磨我们 只有自己的烦恼 在让我们呢 身心不安 学佛嘛 没有别的 就是要把内在这些 所有的烦恼习气 全部都把它清除干净 而这位菩萨 表法就非常好 我们就用这句佛号 控制住自己的 所有杂念妄想 当然世间人呢 他这个放不下的东西很多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 很多东西舍不了 嘴巴讲 放下 放不下 那怎么办呢 放不下 也要放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难舍能舍 实际上 摩尔佛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 人贪图的明文力 材色名利 他都放下 到深山里面 苦修 那么长时间 十二年 放下越多 反而呢 你得到的是更多 我们越是不肯放下 将来得到的呢 未必是您所要的 所以有时候 看了一些贪官的 其实他在 受到别人诱惑之前 人还蛮不错的 时间一长呢 材色名利一起现行 他就霸持不住了 到最后完全 变得面不全非 当他被抓住的时候 要判刑的时候 后悔莫及 这个是什么呢 没有定功 没有智慧 像这样的例子 古往今来 古中中外 古今中外呢 很多 那怎么办呢 想要保护好自己 还是离不开 圣贤教人 所以我们这一个 佛法的学习 每天都不可以终断 要向这个大菩萨学习 要用这句佛号 控制住 自己的 身口一善业 绝对不能够 再遭恶业了 前面是讲到 我们怎么样修阴 这十五位菩萨 标法 后面呢 你看 第十六位菩萨 就讲这个 殊胜的果报了 谢托菩萨 前面是把 智行菩萨 排在第十五 谢托菩萨呢 是放在末后 我们不能够 做到智行 就肯定不能够 出六道 出十法界 而谢托菩萨是表 灭出结福 这是讲到谢托 谢是解开 解开什么呢 解开那个结 福呢 也是烦恼的代名词 听说六十年前呢 台湾拍了一部电影 叫心有千千节 哎呀 这个老上已经提了好多次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看 从这个电影的 名字啊 就知道 人 心很苦啊 其实这个苦呢 也不是外面 强加给我们 是我们自己呢 误判了 外面的假象 把外面的 六成境界呢 误以为都是真实的 自己在钻牛角尖 而不觉悟 不肯回头 真的是可怜名者 那么经上一讲啊 深度度脱 获其福德 可得长寿 离环之道 这个深度度脱 那个独特别重要 我们在六道里面 舍身受身 独来独往的 那到极乐世界呢 也是您自己去 不过我们去极乐世界 有一个人带路 谁带路呢 阿弥陀佛 所以您放心了 那么远的地方 我会跑错世界 不必操心 佛是不会迷失方向 我们会迷路 佛绝对不会迷路 那是他老家嘛 他怎么会迷路呢 所以啊 看大圣经 非常好 帮助我们晓得 宇宙的真相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定要明白啊 您现在所住的 这栋房子 您跟他有缘 你就住在这了 有缘的时候呢 叫缘聚 家里面的亲属 不管是多少个人 也是个缘分 有缘就带在一块 没有缘呢 说不定明天就分道扬镳了 各奔东西 因此我们 一定要善待 一切有缘之人 千万不要啊 烦恼习气 一起现行 就跟人家结怨 这个不好 假如说我们实在是 忍不住怎么办呢 真的是 人跟人之间相处啊 挺不容易的 再好的亲戚 再好的缘分 再好的朋友 也是会有怎么样呢 有误会的 有冲突的现象 产生 在这个时刻 我们要用这句佛号 压住自己烦恼 您真的要讲话 跟对方解释的时候 最好是先念佛十声 念了十声佛号之后 您再张口说话 不要呢 对方刚刚一讲那个话 您马上就回过去 太急了 那么在基督世界 正因为阿弥陀佛 天天讲经说法 这种强大无比的射受力 就能够使众生呢 烦恼不会起作用 其实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会不会遇到过去 还有这一生的冤情在主 说真话 会 您可能就担心了 会啊 那有多少 再说一句实话 很多 这是真的 因为无量节来 我们在十方祝福 刹土都待过吗 可是人家怎么样呢 他先成就了念佛上面 他先到了 我们是晚 现在才去 可是人家呢 因为常常听佛讲经 所以他能够转八十成四字 那我们呢 去的时候 也在莲花当中 在佛的帮助之下 同样做到 转八十成四字 所以纵然是 冤亲在主 在基督世界碰了面 都不会怎么样呢 大眼瞪小眼 都不会呢 发生这个口角的现象 每一个菩萨在一块 都是非常和睦的 非常和谐 所以在那里 绝对听不到呢 菩萨这个争执的现象 哪里像我们这个世界 说话一不小心呢 就被人家记住了 逮照机会呢 他就回来报复我们 所以在这个世界呢 真的是一个字 烦了 这么烦的一个世界 我们还不想离开 还不想得到泄托 这真的叫什么 没有智慧 已经明了 基督世界那么好 我们就应该要向往 早点去那边 经上还说 直思经哲 谁所愿 皆可得度 我们这一生呢 真的是 缘分呢 太殊胜了 能够遇到这部经 尤其是遇到了 这个会记本 再加上练导的这个注解 还有师父上 这个波经纪 只要肯一教奉行 今生肯定得度 不必怀疑 下面 而为上手表 以上十六正式 为会中 无量无边 一时来集之 在家菩萨中 之上手 从这个介绍啊 我们就要明白 原来参加 齐度决三 无量社会的 在家菩萨 数量是无量无边 而前面所列举的十六个 在家等觉菩萨 是他们当中呢 代表人物 据会书 即真解义 一 普贤文书 正是释迦会中 上手 故举两大士 总摄会中 一切菩萨 这是根据啊 会书跟真解里面的意思 第一个呢 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 都是释迦牟尼佛 这一会里面的代表 所以呢 用他们两个大菩萨 就总摄法会当中 所有菩萨 本经先列的是 声文中 以五尊大阿罗汉为代表 接着列菩萨中 出家菩萨列了三位 在家菩萨呢 有十六位 这十六位菩萨 可以讲呢 代表这个法会 跟其他的法会 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 无量寿经的法会呢 是一个普度的法会 因为其他的法会啊 有他特别的当机者 可是那佛法门呢 没有特定的对象 所谓上至等觉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都是这部经的当机者 只要肯奉行 一定能够呢 满足他的大愿 第二个 弥勒是当来贤解成佛 诸菩萨之上手 三 贤护等十六正师 是会宗居家菩萨之上手 此说 稳妥 故不采 静影之说 必将文书普贤 亦并于贤解成佛之 菩萨终也 这是中外的大德 他们对这些上手菩萨的看法 有所不同 但是念了 他比较认同 会书 真解里面的看法 因为这里我们就看到 弥勒菩萨是 当来贤解成佛 所有菩萨的上手 所以它是代表呢 贤解千佛 而贤护等十六正师 是法会里面的 在家等觉菩萨的上手 那静影老法师的看法是什么呢 他是把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并在贤解成佛菩萨里面 他这个意思 没有会书跟真解 讲的那么样的圆满 那么样的周到 我们再看底下一句经文 贤供遵修普贤大事之德 念了说 本品从贤供遵修至品末之 不可思议 皆是赞叹普贤大事 即会中一切菩萨之德 第二品经文 从贤供遵修开始 一直到他的后面 不可思议 都是在赞叹普贤菩萨 以及恶 法会当中 所有菩萨之德 说实在的 这都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认真效法的 什么叫做大事呢 这里再做个解释 大事者即菩萨 即大道心有情 是为是夫 大者即前 是大道心之大 知不罪 这个大事啊 就是菩萨 也就是呢 有大道心的有情众生 诸位同修 我们有没有大道心呢 您客气什么 您有啊 为什么说您有呢 因为您想这一生 去极度世界 大家说是不是 那您就是属于呢 这个菩萨范围 本经会中 以普贤菩萨 为一切菩萨之上手 于文书 弥勒 贤护等出家 在家菩萨 即十方来会 无量无边之诸大菩萨 即其遵行 普贤大事之德 看来普贤菩萨的 十大愿望 我们真的也很有必要 来认真学习 为什么呢 与会的这些大众啊 没有不修普贤行的 黄远经佛讲的 那么明白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 愿成佛道 换句话说 我们不修十大愿望 就不能够成佛 就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子的 因为普贤 因为普贤 因为普贤菩萨的心量 是最圆满的 最广大的 最殊胜的 所以每个菩萨呢 都发自内心的 尊重他 愿意跟他学习 另外我们看 弦首国师 所写的 修还原奥指 忘经还原冠 其中就提到 三种周辩 其实这三种周辩呢 就是此地所讲的 普贤菩萨的心 它是什么心呢 第一个 周辩法界 今天下午 大家参加三十信念们 在您听这个书文的时候 一定要很认真的观想 其实那一篇书文呢 也是在拓宽我们的心量 前面一时二时三时的经文 跟开始就不用说了 一直到后面 都是如此啊 心要存着 包容 虚空法界 所有众生 这样一个大心量 第二个呢 出生无尽 这是讲到它的得用了 周辩法界呢 是讲的信息 第三个是说 含蓉 空有 有情众生 要能够 关心他 照顾他 无情众生呢 也要平等的 爱护他 帮助他 成就他 这才是 这才是 普贤心 普贤心 下面接着说 普贤大师 乃华言 长子 其智德 及十大愿望 道归 道归 极乐也 普贤菩萨 在华藏会上 称为长子 文书菩萨呢 称为 肃男 这是 评诺 浙纳佛的 最得力的助手 他的智德 是什么 就是十大愿望 这个智 是讲 达到圆满 达到旧见 那他这个智德 就是信德 所以他的信德 是十大愿望 道归西方净土 这个我们在 普贤菩萨行运品呢 就有看到 他的智德 具体来说 有十条 第一个 礼敬诸佛 我们要明白 世出世间 一切现象 都是从来来的呢 从自信 所现的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们就懂 原来 像就是信 信就是像 信像不二 信像一如 信是佛 所以才说呢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这一切众生 是广义的说法 一切法 皆是众缘合合 而生起的现象 物质现象 是众生 念头的现象 是众生 自然的现象 还是众缘合合 而生 所以呢 都叫做众生 因此 众生 这两个字 就把所有现象 全都包括进了 科学家呢 是讲物质 信息 能量 其实这个 跟佛法所讲的 是一样的意思 那佛法 提到 阿类也的三细像 也就是 境界像 转像 叶像 他们也是 众缘合合而生的 所以这些呢 也都叫做众生 因此 从这个说明 我们就知道 原来所有众生 都是自信 所现的 既然都是自信 所现 那就是平等法 所以我们对待众生 不可以再有分别性 产生 华音经上讲了 情与无情 同源 总治 源就是圆满 一切总治呢 就是佛治 有情众生 有一切总治 无情众生呢 也有 那么所有的物质 我们在谜的时候 它就叫做 受想行尸 觉悟的时候呢 就称之为 见闻觉知 几十年前 科学家通过仪器 探测到了 物质最小的 基本单位 微中子 佛法讲 极微之微 这个最小的物体 它也有受想行尸 它也有呢 见闻觉知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大家如果看 江本博士的水实验报告 就非常明显了 水 能听 能看 能够觉知 而且它也还有 很明显的反应 所以我们对待 有情众生 要用真诚 亲近 平等性 对待无情众生 同样要用这样的心 对待这个星球的众生 存在的心 对待别的星球的众生 也要如此 世尊在环境上告诉我们 微中子 他不是讲微中子 是讲这个 极微之微 科学家是讲微中子 这个极微之微怎么样呢 里面包含着 无量无边诸佛插土 这么多的插土呢 又有无量无边的 微中子 你看哦 这不就是古人所讲的吗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谁能够进到这个 微中子里面 去参访那些 诸佛如来的 普贤普赏 这种能力啊 其实我们大家也有 只是现在呢 迷失这种本能 等我们到达 极乐世界之后 这些能力 全都能够很快 恢复过来 那么知道 世事身相之后 我们就应该要 从今天起 善待一切众生 不要呢 再跟众生呢 有意无意 产生新的这个冤仇 要知道我跟一切众生 是一体的 所谓的三生一体 一体三生 明白这个缘由 那这个礼尽诸佛 我们做起来 就比较容易了 不懂这个道理之前呢 要我们对待一切众生 恭恭敬敬 太难太难了 也很想做 没办法落实 幸好 我们这个过去生中啊 脑海里面这个 阿勒耶诗所 储存的 善根种子多 现在在 听闻到这个 大圣经典 猛然就觉悟了 知道自己错了 知道自己呢 内在的这个 执着分别啊 根深蒂固啊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真是迷得太深太深的 就算现在又遇到佛法 可是呢 还是敌不过 那些不好的念头 怎么办呢 还是要多花时间 读经听经 要想方设法 把自己的五种见祸 五种私祸 转过来 怎么转 八万世线法门 都是要帮助我们大家 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现在呢 不用别的方法 就用念佛 所以一旦呢 身见边见 见取见 借取见 邪见 还有 谭成吃慢仪 发作的时候 立刻就想到阿弥陀佛 还有一个方法 他们还没有发作之前 您也保持念佛 请问他会不会发作 那就不会了嘛 我们为什么会 有这些见或失或 突然就爆发呢 佛号中断了 这就是病根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 养成个好习惯 早上一醒来 第一个念头就想什么 阿弥陀佛 晚上要休息之后 还是心里面 跟着房间那一个念佛机 默念佛号 时时处处 让自己都被这个佛号包围住 这个号 因为呢 我们清楚 不念佛 就容易 起那些不好的意念 嘴巴呢 就管不住 手呢 就控制不住 总想占人家一点便宜 总想呢 说一些 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说了那句话呢 又后悔 可是呢 说出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 太冲动了 因此那些念佛功夫得利的人 你看他这个什么现象 一天到晚 没有什么杂心显化 再看他的表情 再看他的眼神 再看他动作举止 即使是上年龄了 七八十岁了 走路轻松啊 我们现在走路 好像脚上被绑着什么 铁链子一样 如律蹒跚 心事重重 我们也很想自己轻松 轻松不起来 这个都跟别人没有关系 都是我们自己啊 不可回头 佛呢 很有耐心呢 一而再再上的劝 他这次来吗 他劝我们劝了多久呢 四十九年 你看留下这么多的 经典 我们只要肯认真地学习 哪有不得力的道理 当然现在我们不需要 把每一步经都来学习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没那么多的精力 我们的能力也不够 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产生最显著的效果呢 学一步就好了 一步经一个法门 老老实实地照佛的话去奉行 很快就能够把这个 礼尽诸佛的那个心呢 就慢慢发出来了 纵然一开始做得比较勉强 没关系 勉强之后就变成什么呢 自然的 要养成个好习惯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 善缘还是恶缘 都要牢记 普行菩萨的话 随顺他们 只要他那个事情 不太过分 没有伤害到大多数人 我们就怎么样呢 所谓的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何必那么认真的 我们之所以会起烦恼 就是我们看得太清楚了 耳朵呢 听得太明白了 你看古人都在教我们大家 是不是 这个 有句老话怎么说呢 难得糊涂 他难得糊涂 就证明这个人呢 他心里是很清楚的 他不会呢 很容易就冲动 很容易呢 就表态 心非常的稳重 这就是佛门常说的 定功很深 定得很深 智慧相对来说就高 第二个大愿 称赞如来 其实如来跟佛 有没有什么不同 本质上来说 没什么不同 佛就是如来 如来就是佛 那为什么 讲的又不一样呢 为什么不说 理尽如来 称赞诸佛呢 还是有一点点不同 不同在哪呢 诸佛 是从事项上来说 如来呢 是从体性上来讲 一个是表 表面上 一个是什么呢 内在实质 那我们呢 对待所有的法相 我们讲六层境界 要用真诚心 清净心 恭敬心 来对待他 真诚到极处 就可以感动对方 那对于这些相呢 我们其实心里都很清楚 凡所以有相 皆是虚妄 所以不要把这些假相 都放在心上 他做好事 我们就点点头 很好 他如果造了十恶业呢 不必理他 但是我们心里清楚 他行善 他以后会得善报 他造恶呢 决定会有祸殃嘛 他行善 我们鼓励他 帮助他 成就他 他如果造恶呢 劝他 制止他 他愿意听 愿意接受 那很好 他如果已经劝了两遍了 还是不听 你就不要再说第三遍了 为什么不要再说第三遍呢 再说你就跟他结怨了 他就把您当做什么 仇人 所以古人劝人呢 只劝两次 古人说两次 我们现在劝人家几次 劝第一次的时候 都要注意查阴观色 你一边讲一边 看他的眼神 看他的表情 如果你讲着讲着 他脸就变了 眼神也变了 后面的话还要不继续讲完呢 你可不要 打开天窗 说两话 全部都说出来 那就大得罪人了 一看到他脸色一转 马上就止住 画风就转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这个人的缘分未到 说不动他 就不要再讲了 可是那个愿意受教的人 那就应该要详细跟他说 所以这个智慧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看善才童子 他参访五十多个善知识的时候 五十三参 有五十个菩萨 他是有礼敬 也有赞叹 但是有三个菩萨 有礼敬 而没有赞叹 哪三个人 圣热婆罗门 他是代表愚痴 这个不能够赞叹 甘露火王 代表称慧 这个不能够夸他 法苏密多女 是代表这个 因为他的身份是妓女 代表贪爱 这个也不能够赞叹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慎重的选择 有的时候该讲就讲 不该讲一个字都不提 第三个大愿是广修供养 广修供养 这佛门常说 要培植福田 前几天还有同修就问 这个福田 修福修慧 这佛门提倡了 那我到底是先修福 还是先修慧 两个人就 有点争执 有人说 一个说先修福 另外一个说 要先修慧 牧师就跟他们两个人 就建议 最好两个同时修 是不是 最好了 这两个都修 那如果实在不得已呢 我们先修什么呢 先修福 就像我们同修 来这里 学习这一堂课 这是什么 如果您没有福报 不可能今天 轻轻松松 无忧无虑的 来到讲堂 听这一堂课 假如说你刚刚要出门 什么都准备好了 要出门 都已经上车了 车子都已经发动了 车库的门都已经打开了 正要开出来 忽然你的家人怎么样呢 急冲冲跑出来 把您叫住 有一通电话 找你 你一接电话 有人说 什么重要的事情 什么紧急的事情 叫你赶快过去 你看 他这一通电话 就把您怎么样呢 今天听见了这个机会 就给耽搁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没福 那我们呢 想要种到真正的良田 还是要有智慧才行 哪些是良田呢 父母 这个是一种 老师是一种 佛是代表了 老师 还有呢 众生 这也是的 尤其是现在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 全世界 红法人才 非常欠缺 做法会的人 很多 畅恋 做操见佛事的人 很多 但是发心来 学奖金的人呢 不多 说实在的 学习奖金 容易不容易 您可不要说 我看你好像很容易的 就是把讲稿拿上去 照着念就好了 您觉得容易是不是 要不然明天您上来试试 或者等一下下的课 您再上底下一堂课 您也来试试 天天都上台做报告 看您能够坚持多久 没有自己亲身尝试过 最好不要随便的做 轻易的评论 自己试过了 才知道原来 世间法不容易 出世间法呢 更不容易 不信的话 等一下晚上啊 等到晚上 三十七年做完了 您请教一下 主法和尚 您今天发心 做这个六个小时的法会 容易不容易啊 他会跟你说一句实话 好累啊 我回去要睡觉 他会怎么这样子说呢 你想想看吧 六个小时 光是坐在那 一动不动 也有体力的 唱念 不能唱错了 白文不能够念错了 念错了 人听了不高兴 还有谁也不高兴 无形众生 他们不高兴 如果唱念唱错了 那可麻烦 也是挺大的 所以说 每一桩事情 都是要付出什么 努力 那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 红法人才太缺了 那如果有人学习奖金呢 我们就应该帮助他 成就他 我们把这些 比我们优秀人 推出来 让他们在前面 我们在后面 这个好 我们希望这个 红法人才 是越来越多 这种 私肢的力量 越来越 庞大才好 所以啊 讲到供养 我们就举一个方面 能够供养一个 专修 尽忠的小道场 那是无量功德 我们把这个道场 念佛堂建好了 疗房建好了 灾堂也建好了 还有一个 诗听图书馆也弄好了 大家在那边呢 专心的念佛 专心听经 读经 然后 衣食住行 不用担忧 这个功德非常大 人数也不要多 二十个人就好 还有一个 要培养红法人才 说真的 要培养一个 奖金的人才 至少也要十年以上 最起码也要十年以上 我们又不像 霍能大师那么厉害 是不是 人家听金刚经四分之一 就大车大悟 假如说我们这个道场 所有的同修 都只要一点点时间 就大车大悟 那这个道场不得了 那是非常殊胜的一个道场 那中下更新的怎么办呢 要长时间的上台断定 才能够成就得了 十愿的第四个 是忏悔业障 前面的三个大愿 是讲到修德 我们要积功雷德 那这个忏悔业障 放在第四 表什么法呢 修了这么多功德 你要把它保住 如果保不住 就好像一个容器 它有一个漏洞 它就会流失掉 从哪里漏掉呢 从烦恼习气就漏掉 其实我们人呢 真的 那个话呢 平常呢 讲得越少越好 古人说得好啊 知识多时 烦恼多 认识人多呢 是非多 诸位同修 你就查一下您的手机 有多少人 天天跟你联络呢 再查一下您的微信 您的朋友圈 到底有多少人 一看了 吓一大跳 有好多好多人 不要说吧 一天人家发几个信息 一个人发一个信息给您 那么多人同时发进来 您说您这一天当中 哪有时间记下心来 专心读经念佛的呢 很不容易 而这个业照 业是讲了 我们造作 造作完之后 有一个果报 行善师会有个果报 三善道 那么如果造了恶业呢 也有一个结果 就是三恶道 三恶道 我们不想去 三善道 大家想不想来 也挺不好的 我们今天呢 是在始法界里面 算是很低层的 这个境界 在六道里面算是 在当中 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在始法界呢 算是比较低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都跟我们造的业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造业 一定要按照佛所讲的 那个标准才好 我们不造善业 也不造恶业 我们造净业 那假如说已经造了 这业怎么办呢 要忏悔 这个忏呢 全称的叫做忏魔 这是泛语 翻成中文呢 就是悔 所以这个忏悔 它是泛华合一的一个名项 那这个悔呢 就是后悔的意思 真正的忏悔 是说我们 从今天起 再也不犯 前面所造作的那些过失 儒家所讲的 不二过 颜回为什么受到 孔老夫子 那么样的 常常赞叹 他最大的一个优点之一 不会再犯第二次过失 我们大家有没有 像佛菩萨 像善知识 畅悔完之后 还继续犯错呢 还是有时候啊 忍不住啊 忍不住怎么办 其实也知道 做得不好 说得不好 他还是敌不过 这个烦恼习气 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深入经教 一定要深到什么境界呢 打开圆界才行 那我们最起码 要从地址规 开始做起 要从呢 佛说十三一道经 太上赶一篇做起 真的 您在这些方面呢 多下功夫 也不用很久 两年三年 每一部经 学习个一年 三年下来呢 你就会发现到自己啊 跟以前不一样 变化很大 儒家所讲的 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我们要把它做到 佛门所提上的 三浮六和三学六度 十大愿亡要落实 前手国师 在修还原二指 望经还原观 也特别强调了 四德 这是信德 第一条就说到 随缘妙用 说真的 我们能够做到 随缘妙用 四个字 您走到哪 人家都喜欢跟您交往 都想跟您做朋友 我们为什么 朋友这么少 为什么冤亲在主那么多 我们内心里面的分别执着太强了 我们是 不愿意随顺别人 我们都想怎么样呢 你随顺我 你要听我的 想要别人都来听您的 我们如果福报不够大 谁听我们的 连那个小朋友都不听 小朋友都难转变他的念头 那更何况是大人的 一般来说 人到了四十岁以上 成见就很深 我们有没有到四十岁 差不多了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只能够通过读经 改自己的观点 修正自己的主观意识 四德的第二个 唯一有者 先不要讲佛法 这些戒律 唯一 就说 儒家的五伦五常 四维八德 您能够把它做到 那至少这样的人 被称为什么人呢 君子 做到君子可不容易了 现在地球上八十亿人 多少个人可以被 大分数 评为君子的 别人够不够资格 称为君子 我们不要去管他 首先问一下自己 我做到多少分呢 那佛法 是还要讲求呢 出六道呢 还要出四圣法界 那我们这个要求呢 就更高 所以 学佛的人 真的要跟那些 不学佛的人 渐渐 不一样 假如说 我们读了经 听了经呢 甚至讲了经呢 还是随随烦恼习气 那这个学等于是没学 你学了一辈子 忽然是有成就 写了很多著作 印刷流通出来 我们最多称灵是谁呢 佛学家 是一个学佛的 一个专家 但是呢 自己还是没有 转自己烦恼 这一就是功夫不得力 所以这个业随呢 一定要 想尽方法 来克制他 你看这个 有名严寿大使 他老人家 在世的时候 就表演给我们看 他每天的定刻 十万声 佛号 大家昨天念佛多少万声呢 有没有五万呢 恐怕三万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定功 敌不过 烦恼习气 大家可要晓得 我们阿里野史里面的储存 那些恶习种子 不晓得有多少 而且 法相为时中的经典 也讲了一桩事 每个众生都有五十一新所 五十一新所里面呢 有二十六个恶新所 十一个散新所 这叫我们内在的 有了这些恶因 如果再加上外面恶源 碰到这些坏人 碰到那个什么 不好的环境 我们就受不了了 所以呢 忏悔业障 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无过于念这句阿弥陀佛 而且我们真正想要消业障 那这个佛号念的时候 要用真诚心 恭敬心 清敬心 平等心 大慈大悲之心来念 这样子念佛 效果就越来越明显 它达到什么样作用呢 就像观金上所说的 一句佛号 能够灭除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八十一节 这么多 一句佛号当中 就把它消除了 同时呢 一句佛号能够消 八万一节 生死重苦 所以啊 佛号念得越多 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 品位呢 相对来说就越高 从这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 锅漏匠老法师 他能够站着往生 断了气的 还能够站三天三夜 就是因为人家念佛呢 确确实实做到了 老实听话 正感 假如说我们现在 也有这样的大德 做一个示范 那对我们这个 修学尽忠啊 作用就太大太大 当然我们不要指望别人 做到这点 有一个人 一定要发心去做 那个人是谁 就是我们自己 说真的 我们自己如果现在不做 你等了什么时候再做 再一直拖下去 半年半年时间 缓过去了 十年十年 缓过去了 那这一辈子 如果缓过去怎么办 难道我们还想等到 弥勒菩萨再来帮我们 难道您已经跟他约好了 下一次龙华三会 接着来度我啊 他老人家找我们没问题 那也要看自己的福报够不够啊 能不能够也出生在同一个年代 同样一个地区咯 做事 不能够有那种侥幸的心态 可不要有那种错误的想法 临时报佛教 做人要老实 要踏实 认真奉献 所以呢 这个忏悔业障 我们常常要想到 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 还有哪些漏洞 一定要把它补起来 要把它修改过来 当年霍仁大师 就讲过这样的几句话 提醒我们大家要改过 他说呢 若真修道人 不见他人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 却相左 那个左啊 左边的左 当作动词 就是堕落 退步的意思 世间法也讲嘛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真正的修行人 他不会去管人家 有没有犯错 有没有造什么恶业 他只想什么呢 我到底今天 有没有什么过失 所以大家看了 了凡事讯呢 你就很清楚吧 在明朝的时候 许多这些读书人 他们都有一个习惯 每天在做什么 功过格 每天 反省一下 我有做哪些好事 我有哪些恶念 恶于恶行 造作 有呢 就打叉叉 如果是做的好事呢 就用那个红点 把它标示一下 黑点呢 是代表什么呢 恶行 一旦有了 要真正在佛菩萨面前 痛哭流涕 好好忏悔 希望明天 希望明天比今天呢 这个善业造得更多 恶业呢 造得越来越少 他就想一想 如果袁了凡先生 他没有忏悔业障 他可不可以延寿二十一年呢 不可能 他们元朝 他们这个元家 能不能够从明朝 一直延续到现在呢 你看呢 一个人念头管 转了 一家族呢 命运就转了 本来是按照他这个 帮他算命那个 孔先生的说法 他们这一个支派 应该到他那里就怎么样了 就最后一代了 他还是有福报 遇到了远古大事 点醒他 告诉他 忏悔一张 回头是岸 他也不错啊 挺有善根的 他没有跟远古禅师顶准 没有跟他辩论 这是很难得的 毕竟他还是读过圣贤书嘛 有这个底子在 不错 所以他还是遇到一个贵人 帮助他这一次呢 转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们呢 看这些例子 一定要认真反省 检讨 我有哪些还不对的地方 好好的改正 我们自己改好了 修好了 无形当中 就会影响到周边的人 他们呢 也会因为我的进步 而呢 受到正面的影响 后面还有七个大 还有六个大院 我们明天呢 接着来学习 不学物圣 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读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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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